欢迎回到庶民大口家 苏贞昌的小女儿苏巧纯 当初在苏贞昌要当隔魁的时候 信誓旦旦说 那以后就不接政府的标案 结果却被蓝营踢爆 他竟然是不是 疑似是用借牌的方式 标到桃园市政府 2495万的标案吗 昨天苏贞昌在立法院 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面露不悦 反呛立委说 要大声的话我不会输 要试试看吗 网友就大骂说 讲大声就赢了吗 而行政院则认为 苏巧纯又没有直接 跟公部门签约 问题是游走在灰色地带 难道没有避嫌的问题吗 他拿到的难道不是 这个中央政府的标案 不是绿营执政县市的公帑吗 难道民众都不能够检视 隔魁女儿做的凶意吗 而苏贞昌也被问到说 这次会不会是他最后一次 到立法院去备询 结果他还反算立委说 过去问过我这一题的人 都已经不在立法院了 问题是你家人被质疑 是靠关心拿标案 这问题不严重吗 结果现在看到 他对立法院是又相又酸 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所以难道是因为绿营 绝对执政 所以他现在讲话 都可以这么大声了吗 我觉得苏贞昌 他每次心虚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 他有两个啦 一个就是说 因为苏贞昌的 这个修养非常的不好 大家都知道他是酷吏嘛 所以呢对于他的下属 我们看他经常是不留情面的 公开发脾气 然后用非常之为末节 非常不合理的方式去修理人家 不管人家就算是个 荣总堂堂的院长 他也是一样当众羞辱人家 这是苏贞昌的脾气 另外呢还有呢 就是被问到呢 他就是建设当生气 他经常在立法院建设当生气 然后他觉得这个时候 他只要搬出蓝绿对立 然后呢跟蓝尾 开始在那边互呛 他就可以得到保护伞 这就是今天台湾民主政治的悲哀 就是民进党不管做了多少 伤天害理 狗屁倒灶之事 只要搬出蓝绿对立 只要搬出抗中台 他们就可以躲在这个保护伞底下 为所非为 那这个是苏贞昌 他当年自己拍胸铺的保证 那再度只是证实了 他们保证都是跟XX一样 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说他的家人 绝对不会跟政府做任何的生意 结果呢 那是因为当年被抓到嘛 好 所以呢 那爸爸都这样公开讲了 那女儿呢 当然了 就是三不转路转嘛 就换个方式 换个公司去标案就好了 然后呢 我再来标 我再来接这个公司的案子 你看看 你看看民进党 他还有脸吗 还要脸吗 你认为民进党清廉这两个字 对他们来讲有任何的意义吗 避嫌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讲有任何的意义吗 全台湾这么大 你不做政府的生意 你这个公司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吗 你非做政府的标案不可吗 别人却标了 你再来二手承担人家的工程 那就表示你这个公司就是有问题嘛 你不做政府的案子你就没案子了 那你当时为什么成立呢 就是因为母姐会 她是父姐会嘛 有爸爸有姐姐 一切事情好办 不就是这样吗 那苏贞昌怎么转移交点 他只好就发脾气啦 跟立委对杠啊 骂大声啊 讲一些五四三的这种有的没有的话啊 那不就转移交点了吗 新闻就在开始会去吵说 哇 你看苏贞昌又跟立委对杠了 关键不在这里啊 关键你们家的人就是这样嘛 就是这种德性 就是这种吃相 就是这样子 那就这样公开了 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就吞下去了 不管你们支持了民进党这些人 怎么样胎腐 通通都无所谓啦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